字幕提供 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开箱的这个Galaxy Watch 5 Pro 然后这个是我预购的时候一起送的15W的双座充吧 还蛮不错的 有送一个这个双座充 然后今天要开箱这个Galaxy Watch 5 Pro 我买的预购价值15990啊 哇 不是很便宜的价格 打开就会直接看到我的手表的本体 我这次买的这个颜色是 太炫黑 它有个太金灰 但我还是后来还是买黑的 因为我觉得黑的看起来很俐落啊 然后手表部分我们等一下再来看 我们先来看有没有其他的配件 你看在这 里面会随附的就是一个是他的这个 这应该是他的充电底座吧 充电座的部分 然后接着应该就是一些 嗯?连说明书都没有啊 真的没有说明书吗 哦有啦说明书在这 然后一个小小的说明书 我想说哇太环保了吧 说明书都没有 所以东西非常简单 基本上就是一个 已经带好表带的这个手表 还有一个充电底座 它这充电底座跟之前好像长得比较不一样 因为它背面的机构好像圆弧的状况也不太一样 之后新的影片我再来看一下说 它跟之前的那一款充电底座可不可以共用 好然后新的表带的设计耶 这次的表带 哇后面这个是什么 是一个防刮的 这次的表带采取的是一种新型的 跟之前比较不一样 先大概粗估一个范围之后 然后把它扣住吧 扣住之后这边应该是可以解开 哦它就是这样子耶这样 这样子的机制 这边拉开 所以说如果你要带上去就是这样吧 哇太松了 这样看得起来我好像很瘦 但是太松了 稍微再调一下 我自己其实满想要旧的那种表带 我去拿我旧的来好了 我旧的长得是像这样 它就是这种皮革的 那这次的这个表带这个扣环 感觉应该也是快菜式的 逻辑上来讲应该也是这种 应该是可以也是可以替换到这里的 那我之后再来换换看 之后新的影片再来换换看 哇那整个带起来的感觉就是像这样 它这个是使用的这个边框 都是使用这个钛金属表 表身的 然后我这个选的这个是Watch 5 Pro 就是Watch 5 Pro 它是45mm的表身 其实满大的耶 你看如果跟我之前一代相比的话 它的这个表的大小就会差满多 哇你可以看到说我这一代 这个转盘真的是 太点很怀念了 但我的一代真的是已经被我操到 就是它的那个电子渲氧力不太行 然后这次的手表表面使用的是蓝宝石的镜面 所以说应该是比较坚固一点 好这样子应该就OK 我们就来开机吧 嘖嘖嘖 好久没有开这种手表了 是怎样开不起来吗 没电了吗 开了开了 Samsung 哇手很酸耶 可以开快一点吗 我的手好酸啊 Samsung Galaxy 其实也是一样的 然后他们这次走的这个 就不是之前的作为系统 这次好像直接就使用Google Wear OS 就不是之前的Tyson 其实这个画面就是满山形的画面 跟之前的其实我感觉就是T感很像 OK欢迎 然后就直接上滑 然后我就现在要找一个 Samsung的手机来配对 我现在去拿我的手机 哇 我一拿手机它就直接侦测到了 我就已经侦测到这部装置了 还不错耶 这样整个的体验还满好的 那我就直接做一个连线 然后它还可以还原一些 我之前Samsung Watch的一些备份资料 但是像是你看面板的部分 就是表盘的部分 那它Widget就没有办法了 但是就没关系我们就给它还原一下 反正应该很快 因为我之前都没有什么东西 因为我每次换新手机 我就直接重置 哇正在结束了 它需要可能需要几分钟耶 有需要这么久吗 大功告成 然后刚刚终于连好了 那一进来之后呢 我的手表就跳了这个 它说可以给我做一个手表的导览 我们就开始吧 哇 然后往从上往下滑就有这个 喔是这样 从上往下滑 哇直接跳跳 从下往上滑可以返回 从上往下滑就是桌 从下往上滑可以打开 哇这个机制也是非常的 然后往右滑会有通知 我觉得它一闪一闪打到底是怎样 清楚 然后从边缘向右滑可以回到三个画面 然后再回到表面 我觉得它这个简介也有点做得不太好 我觉得不是很旧手 就是它会一直跳来跳去 不知道在干什么 OK反正anyway它搭广告成 然后局点就是有新通知啊 所以我从上往下滑 哇满 离开那个导航之后满旧手的 从上往下滑的话 就是一个看到现在目前的通知 就像手机那样啊 然后由下往上滑的话 它就是一些APP 我觉得满跟手 哇我好想念那个表环的设计喔 因为这个超中心真的很好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超中心好不好 它就是要摸这个边边那 整体来讲一定是没有那个 好而且它摸的那个感觉 不是这么的马上可以上手 它要 它其实是摸不是摸这个边框 是摸这个圆圈就是触控的位置 就会 我不知道 我觉得超中心没有到这么好 然后这样滑就会有一些通知 这就可以移掉 然后右滑就是有一些功能 然后它这次的这块萤幕使用的是 Super AMOLED的萤幕 然后我主要会选这个手表 原因就是因为它内建的电池有590毫安时 超级大 我记得我这个忘记多少了 反正超级小 我那时候查资料之后 一发现哇你看我的手表的电池 跟现在正式的手表比真的是差满多的 它新生表面的部分就也满多了 就是有很多种可以选择 但我比较想要知道的是 它之前不是有个电子螺盘吗 为什么我这个没有出现 好没关系没有出现就算了 好接着我想测试看这个身体组成 哇这身体组成很尴尬耶 你看这个这个这个边框触控的感觉 就会比我想象中的再差一点 然后这边有写说 就是反正这个就是只有做健身和健康用途 不能拿来当医疗 那如何测量呢 稍微往手腕的方向移动 然后请将中指和无名指按在按键上 这两个按键上 清楚手表双手表碰不到 OK 下一个是将手臂反方向抬起 好开始 这样就是这样 尴尬了吧 这样等下不就知道我的体脂肪了 它叫我不要动耶 被它侦测到了 好有趣喔 它被你们看光光了耶 新的的时候我会在拿 跟我的家里的体重机做一个比较 就是它可以测这个身体的组成 它有一个比较大的卖点就是 它这个是有办法做睡眠监测的 然后血压 哇这要怎么测啊 我记得血压的部分的话好像需要有一个 现场有一个血压剂去做矫正 我们来试试看可不可以用好了 如果血压也可以测的话 那基本上 台湾的功能真的都开得差不多耶 那我真的觉得很不错 因为我之前 上一代没有买的一部分原因 就是因为我觉得台湾好多功能都被禁用 然后我就觉得 没有这么想要买的欲望 所以说就没有买 那现在我来试试看 身体组成没有问题了嘛 然后血氧本来应该就没有问题 ECG的心电图等一下才知道看 然后这个是血压 哇血压耶 蛮有趣的吧 开启 主宰健康 与我同行 OK 与你同行 与你同行 与你同行会有健康吗 然后下一页 下一页 OK 哇进来了 好那我应该就可以量了吧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再来量一次血压看看啦 它这感觉是需要先校正手表啦 所以说你必须要有一个血压剂去矫正 那我们没有办法 我想说先来试试看心电图耶 心电图好酷喔 ECG心电图 之前我觉得台湾这个就挡超久 然后他是说这个 反正结论就是这个没办法当医疗使用啦 但是可以让你做一个健康监测 然后这边就有一些使用须知 配戴是左手没有问题 轻靠在 所以我要把我的食指的指腹 这样轻靠在这上面 好那我们就来测试看这心电图吧 我把我的手表放在左手 它基本上这个都要往上靠一点 我记得之前人家说正确戴手表的方式 都是在这个骨头的上方一点 不要再戴骨头的向方 然后接着我就这样轻轻 把它就开始量了 这种时候通往都是不要讲话比较好 然后最好都不要动 然后量30秒 哇这个很吃我手的臂力耶 量完了 他是想说没有发现什么心防战斗 然后这边就会手表上 就会直接出现你刚刚量测的结果 代表我的心率是一致的 跟心跳上一致就好像是同步的 我的上心室跟下心室的跳动是同步的 OK OK 所以基本上ECG这个也有 然后血压的部分我之后会再体验一下 然后我最近也会再体验一下 它的身体组成的部分 今天应该就是这样一个很简单的快速开箱啦 我到时候在心得的部分 也会再看使用这一款手表 看一下这一阵子的状况是如何 看一下还有什么其他功能好了 这个就是心跳嘛 然后 然后为什么没有电子螺盘呢 还有喝水血氧 血氧加一下好了 测量 它都要往上靠一点 然后 放在手手上靠近心脏我也不管 直接悬空测血氧 测血氧有个绝窍就是 如果你大口的呼吸 你的血氧就会飙高 96 好看起来是很健康的我 那还有什么啊压力 部速水食物世界时钟天气 它其实满多功能都没有放在预设的位置 所以说要自己再去打开 然后这边就是它的运动的功能 我觉得整体来讲的话 我现在操作起来的感觉是还满滑顺的 哇这个被大家看到我的体子率了 好我来看一下我之后 这款开箱完之后 拍新的的时候 是不是稍微瘦一点 然后这款手表 我觉得最可惜的一点 就是我在买的时候 我觉得最可惜的一点 就是它似乎是没有支援YouTube卡功能的 哦这真的很可惜 因为三星的手机是都有支援YouTube卡嘛 你直接靠上去就是YouTube卡 这款没有的话 就稍微有这么一点可惜啦 因为如果它可以这样靠上去就逼 真的是会满爽 好啦那差不多就是今天的快速上手 Galaxy Watch 5 Pro的开箱影片啦 那我频道上目前应该也都有了 Z Flip 4和Z Fold 4的开箱还有新的影片 那之后呢我还会再出一个这个的新的 还有一个是Buds 2 Pro的耳机的开箱新的影片吧 那这部片新的影片的话 我想到一个方法慢好玩就是 如果想要看新的影片的话 就帮我这部影片按个like吧 超过1000like我就来拍一部新的影片 好啦那就是大概就是今天的 快速上手影片啦 如果你有遇到什么问题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或想要我在之后新的影片实测 也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Ciao Ciao 拜拜